好 今日重磅的消息 除了是震撼娱乐圈之外 同样政坛也是相当的震撼 因为就是前立委余天 她的女婿竟然是被抓到当这个车手 而且是诈骗集团的头头 其实我们过去在这个报道 有关于诈骗集团的新闻时候 很少会直接讲说她是车手头 但是呢 竟然现在就直接抓到了车手头 不知道观众朋友你怎么看呢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好 当然呢 我们来带大家了解一下 整个这个状况 主要就是因为呢 这个余天的办公室 他号称是余天的助理 他叫陈建 他同时也是余天的女婿 但是我过去其实没有听过他的名字 不过这起事件之后呢 大家就会更加清楚知道 他就是余天的女婿了 那他是被这个警方呢 在板桥的这个地下联通道的时候呢 逮到他 而且相当的狼狈 因为他是被压制在地落网的 在他身上呢 也找到了200万的巨款 那这个是因为说呢 他涉嫌当车手头 他是第二层的关系 那也裁定收押 他进建了 只是说为什么会发现 他跟余天的关系呢 这主要就是因为哦 所以他秀出了他的名片 因为呢 他就拿出了一张名片 自称是余天办公室的国会助理哦 他本来其实只是想要证明说 他是普通的上班族 所以到这边呢 是按照主管的指示出来收钱的 所以他不可能涉及诈骗案 但当然检调是不会相信的 那也被发现说呢 他疑似就是第二层的人员 收集到这些张谎呢 就会交给上游 出股啊 每个月的收入是有将近百万的 好 那整起事件呢 余天哦 他得知之后呢 他也立刻前清了 他说没有找他当助理哦 说该关多久就多久 最好是判久一点 打扮就像是上班族 却是被警方左右借户 送上警车带回警局 他是资深艺人 也是前立委余天的女婿陈健 加入照片集团在车站收账款 被当场逮捕 被直接压制在地无法动弹 早逮时的狼狈模样曝光 他上个月底和车手约好 在板桥车站捷运连通道取款 结果被抓 整体事件是一名被害人 收到假投资邀约 前前后后五次和诈骗集团面交 一共被骗走六百万 报警后假一配合要交钱 车手被抓之后 巡线追查上游 陈健担任第二层车手 收账款时落网 余天的女婿当时就是和车手相约 在这个连通道要面交来领取账款 再交给上游 但他不知道车手当时已经遭到警方给控制 一约是来到了这个连通道 当场就被埋伏远警压制逮捕 余天的女婿陈健当时在板桥连通道 准备从车手手中拿走账款 结果就被便衣刑警团团包围 第一时间他还拿出名片 上面印有余天特著 甚至跟警方说自己不是诈骗集团 是长官要他来收钱 但警方根本不采信 还在他和同伙的身上 找到两百万元的账款当场逮捕 陈健也遭到收押警戒 但他被逮捕后 向警方坚称自己不是诈骗 愿意配合调查 真的只是协助转交现金而已 余燕齐前年底病逝之后 余天一家人和陈健似乎就没有太多往来 但他们都以为陈健是在母亲的建设公司上班 现在却被抓 恐怕怎么也没想过 曾经的一家人会变成诈骗集团一份子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刚刚陈良问说 这诈骗的他们术语是收钱 叫做收水吗 没有错 就他们的术语是这样讲的 那大家呢 当然我自己今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是觉得说蛮匪夷所思的 因为说呢 在于怨期过世之后 其实余天一家呢 都跟女婿是没有太多联络 但其实呢 于怨期是有两个小朋友的 那在这个没有联络的这种状况之下呢 竟然女婿变成了车手 好那陈健呢 其实他过去就自称说 他是在妈妈的建设公司上班的 可是余天啊 现在就说 回想起来有点不太对劲了 因为他常常晚上呢 就不在家 甚至是引发于怨期的不满 那他当时呢也是开炮女婿 有说很后悔把女儿嫁给了他 而且呢也提到说非常的痛心喔 说琪琪用生命换当妈 但是现在可能不太值得了 那包含呢 是这个同样也是姻亲关系喔 是于怨期的弟弟喔 于祥全在今天呢 也是露面了 他就说这瞎啊 真的是太瞎瞎透了 还说这个姐夫是丢脸 甚至是讲话非常重喔 说很可耻喔 那他也爆料说呢 其实看姐夫过去用钱的态度 好像就相当的挥霍喔 那他说呢 他过去在卖场的时候 花了9000多元喔 那李亚萍给他1万块钱 结果呢这差千元喔 既然姐夫回说 这就拿来当车钱好了 那是不是其实早就有一些不满 或是有一些端倪可以透露呢 那他也指出说呢 姐姐生前有留下千万元 主要就是要留给孩子的教育经费喔 他也很担心说 现在姐夫涉嫌诈骗的案件 会不会连这个千万元 也要被扣下来要不回了 那未来这些小朋友的教育费用 该怎么办呢 那是不是看到这边 大家也觉得很奇怪 那到底如果跟这个 陈健这么不熟的话 为什么会变成是一家人呢 主要就是有余怨琪 他跟陈健呢 两个人是因为打羽毛球而结缘 听得出情绪有些被触动到 余湘全对姐夫从事不法勾当 百思不得其解 会为二姐感到不舍啊 对 亚萍姐现在怎么办 多少一定都会受到影响呢 宅男嘛 我不知道 因为我跟他不熟啊 我讲真的我跟他不熟 私底下没有很多的相处 余怨琪的丈夫陈健 在检方上门时 还称自己是余淀办公室的人 3号下午余湘天 现身录影现场 也回应这件事 自己去应的吧 应该自己去应的吧 所以没有给他特殊的身份 或者是名片吗 余怨琪留下破千万 现在这笔钱会被扣走吗 不知道 虽然余佳平时跟陈健来往 真的很少 但时间回推到他们婚礼那天 照吃照睡 也没有刻意减肥 跟人比较紧张 余怨琪和陈健2017年 因为认识擦出爱火 尽管当时被诊断子宫成新型 怀孕机会不高 但交往两个多月却有了身孕 两人朝结婚目标前进 事过境迁 竟爆出沦为诈骗集团车手头 好像在中立吧 其实正确的地址 明天我搞回应了 我一向都不会去问这些东西的 余天大哥这没有跟 Gary妈妈那边联系吗 没有没有 余天透露女人还在事实 就发现 Gary经常晚上不回家 大姨子余小平 也对此表示惊讶 随后大笑这么夸张 造成社会余波荡漾 陈健弟弟低调表示 律师说侦查不公开 身为家人能做的 都会尽力去做玩具进一步的授法 究竟是什么原因走上错路 这样值得吗 TV宣传权 律师说侦带我们去调报道 好正当大家都在说 这样到底值得吗 可是呢因为我们知道 余天他除了是艺人的身份嘛 另外呢 还有他也是前民进党立委的身份 那当然呢 这件事情也变成是了政治攻防战了 为什么呢 因为就外传说 这个余天原本不是还说 要选这一次新北市党部主委吗 但是突然他就说退选了 说因为是家人的反对了 那现在就有一些传言啦 说是不是因为他早就知道女婿设案 这件事情就快要爆发了 所以才赶快先退选呢 当然余天他是否认的 说他根本其实之前是不知情的 而且啊大家还记得吗 说到这个诈骗事件啊 我们讨论好几天 是国民党立委许巧新的大姑夫妻涉案 好我们要帮大家理清一下 刚刚涉案的人呢 余天这个部分呢 是他的女婿哦 那许巧新的部分呢 则是他的先生的妹妹 以及他的妹妹的丈夫 所以就说呢 那既然都是姻亲啊 绿营之前打许巧新打得这么用力哦 现在对自家人是一样的标准吗 不过许巧新呢 在第一时间呢 或许就是捡到枪了 所以呢他就说 他不会用政治攻防去伤害余天 以及他的家人 但是啊对比起来 看看民进党对他的攻击 明明不是他涉案 但是呢却是这样不合比例的攻击 又太荒谬了 甚至他更直言呢 这就证明了 民进党的攻击是一场脑局 我现在不会看起来太嚣张吧 表情关灵还可以吧 许巧新笑得有多开心 就知道他准备好要反击 因为这回换钱绿尾余天的女婿惩戒 涉嫌当诈骗集团车手头子 手牙获准 当初检验许巧新的黄结 是这反应 不会啊 他说该关就关 许巧新说他只会自己负责 但是标准两套 应该看你 许巧新他也觉得要关就关不是吗 上个礼拜他们对我的标准来说 要不要连连看 还有黄结认为余天德不配位吗 这一整个礼拜加诸在我身上的 不合比例的攻击 有多么的荒谬 许巧新加倍奉还这几周来 绿营对他大姑设诈的攻击 但林渝伦妻子在开司 呛许巧新用立委身份 公布英党抢话语权 攻击他的先生来替自己的大姑和婆婆 还有整个刘家擦脂抹粉 不管今天这个英党是从哪里来的 我只是证明说我并没有说谎 那个友人并不是我的婆婆 也不是林渝 你们涉入了诈骗 你们诈骗了他人的钱财 你们就是要 以国家的法律付出代价 在重申英党绝非来自婆婆 呼吁成年人犯罪得替自己负责 就算是余天女婿也是一样 这个我不清楚我觉得应该是要有 余天余特克他们家里面的人 自己承认出来讲 这个女婿可能是在余天委员 不知情的一个情况下 可是犯了法 犯法就是犯法 犯法就是不应该 依照法令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诈骗集团让人深无痛绝 没人希望自己亲人也是成员 TVB新闻许家瑞李宗泽台北采访报道 好我们刚刚看到呢 这也俨然就变成是两个女人的大战 现在很多人就说 哇黄杰这个回力标来得太快了吧 好但是呢说到诈骗呢 其实也可以看到 最近这诈骗事件真的是层出不穷 也不知道大家呢 最近有没有遇到类似的状况 我就先分享我的好了 因为呢就有收到 像是呢一些在网路上要求你帮忙投票 那其实也是诈骗 这类事情太多了 而且呢现在还说新北市有一名贵妇 她日前就误信了投资诈骗 被骗了将近有两千万元 事后她觉得不对劲 所以呢就跟车手说呢 她要在面交将近四百万 但是其实是跟警方联手终于带到人 和理财专员约好了在社区大厅见面 这名妇人今天要交付的是四百万元 她准备在提袋内 两人坐在沙发上交谈 突然下一秒社区保全冲过来打断 原来这保全是警察乔装的 同一时间另一名乔装的远警也上前 因为这所谓的理财专员 根本是诈骗车手当场被抓 一开始远警还坐在管理室柜台远远观察 眼看车手坐下马上冲过去表明身份 他一脸惊慌眼看没地方跑 只好乖乖交出手机 这是在新北市领口一处高级社区 除了他还有一名监控手在社区外被抓 这名穿黑色外套戴帽子的是同集团的监控手 他没有进入社区内 但也早就被警方发现是同伙 而这一捆一捆共四百万元 是警方特地准备好让受害妇人交付给车手的假钞 受害者是一名彭信贵妇 日前他在诈骗集团的怂恿下 加入了假的投资网站诱骗投资股票 前前后后期资面交理财专员 金额总共一千九百七十万 账面上还真的有赚钱 那要把获利领出时 却被要求缴纳平台费 惊绝受骗 当天带了四百万假钞面交 让警方乔装成社区保全 在大厅逮到车手 也在社区外抓到监控手 由专案同仁乔装社区保全 是车手与被害人面交时 一举上前压制 两名嫌犯都被依照诈欺罪前送办 而其实郑州社区刚好也是新北市议员 蔡淑君住的社区 受害妇人是她的邻居 而这回警方和社区合作抓车手 也将会持续追查幕后集团 TVB的轩文件有关 你先不先到 好刚刚亲而问说 怎么有两个梯台呢 还好你回来了 嗨嗨嗨 我们在这边 我们这边会及时 有主播来跟大家互动 就是我今天来会跟大家 回复大家的留言 好我们接下来也要看到 还是诈骗的事件 我们刚刚说真的是层出不穷 因为还有一名女子 她买房子 本来是一件开开心心的事情 可是没有想到呢 疑似是这个仲介 以及卖家联手来诈骗 导致呢 她付出去的200万头期款 现在没办法用 而且房子也没有过呼 口气中满满的无奈 这名A小姐透过房仲要买台北市林 一间30多平的房屋 哪知道最够成了一场空 我应该更敏感一点 我可能可以不会被受骗 她一直吹出着我 贷款的动作要快一点 签约的时候 卖方B小姐说要卖的是 17岁儿子名下的房子 卖方A小姐付了头期款 而且是有履约保证的 B小姐提出动波动支的需求 表示需要先动用头期款200万 A小姐当下不已有她就同意了 后来代书却通知了 房屋没办法过屋 一查竟然发现 B小姐儿子的父亲过世之后 B小姐就先去帮儿子办继承 然后卖房 后来儿子的姑姑又去办遗政 搞到后来所有全部清楚 姑姑跟儿子也不同意 B小姐卖房 他们其中一个业务 跟这个妈妈有借贷的关系 就是妈妈有欠她钱 A小姐怀疑卖方跟房仲 有可能串通诈骗 后续将要提起民事诉讼 甚至告诈欺跟伪造文书 除非本案买方可以证明 屋主这边有诈欺 或者是伪造文书的故意 要不然本案只属于 民事债务纠纷 真相是如何 还要等后续调查 对付公堂才能釐清 房仲品牌总部则说 会协助当事人处理 后续交给法律来调查 不过有其他的房仲就提醒 买房签约前要付定金投机款 同时办理履约保证 由第三人介入交易过程 就是要防止恶意诈欺行为 如果房子还没有过户 卖家又要求动支 就要小心被诈骗 这回A小姐只想讨回200万 希望辛苦钱能够回到自己的手中 TVBS新闻李正恩 黄凯靖台北采访报导 台北市有一栋公寓 说是被陌生的男子突然给闯入了 但是男子也喊冤 他说他会在这边大吵大闹的原因 是因为他日前跟这边的住户 发生了纠纷 那甚至他的机车 还被这个人给破坏了 可是现在因为他闯入人家的住宅 还没有厘清事件之前 他要先被已设违法开罚 警察来了住户终于松口气 他一直讲说他要拜访 我们没有人要让他拜访 他怎么进去的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现在要请他离开 他不离开 他说我们是什么人 说的就是坐在楼梯 这名陌生黑衣男一经过 就被拦下质问 害他们不敢上楼回家 你知道谁破坏你的机车吗 我在找他 所以你不晓得是谁 目前不知道 你先出来外面 为什么要先 请问一下 换远警劝 他还是不听 甚至大吼大叫 他说是要来找之前 跟他吵架的人 不知道对方家在哪钱 不会走 我们这边一听 周围本来就没想 然后他把周围 停到我们这一头来 然后那个夫妇 就把那天下来回来 没有认清楚是他 然后就跟他聊 哎你可不可以直接呢 然后他就回邻居 你放屁 原本以为只是小口角 双方也不是邻居 但过没几天 男子发现 机车方向灯 不敢被破坏 马上联想到对方 再次回到台北这间公寓大楼 竟然使出这招 他认为说凶手 就是在附近公寓大楼的住户 进来来乱枪 打鸟 随机的按电铃 等到有人帮他开门之后呢 他就跑到里面 坐在楼梯 不肯离开 折腾半天 最后被带回派出所保护管束 明明花个十几分钟 来报案做笔录 就能请远警帮忙 非要自己当科男 最后被依设违法 裁罚2000元 最无辜的住户们 被吵得不得安宁 住家楼下 突然被陌生人作证 该有多惊恐 TVBS新闻承议人 吴云阿特报道 TVBS新闻直播 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 晚间七点到九点 由新化主播 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